当时岛上我记得大约是原地的住民 只有1400多户 总共也就是5000多人 这么一个小岛 没有水 没有电 我们在岛上当时见到了 唯一的一辆车 是个三轮的那种小拖拉机 首幅拖拉机 就是岛上最唯一的一辆交通工具 就这么一个条件 所以看到之后简直是就蒙了 这怎么玩法 没办法我玩呢 说我都是造码头的 但这个码头跟我以前造的码头 完全是两回事 说是港务 说是港口工作 但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全新的 第二个 这个桩怎么不要把它打下去 你找到了这个点 你还要把它打下去 怎么打下去 这个和遗忘又碰到了难度 因为这边的桩太长了 太深了 太深了 打得太深了 所以常规的 过去的 我用八吨的榔头 锤就能够打的 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行 你的机器设备也不够用了 高度也不够 我们就换到十二吨的榔头来打 才能够把它给打下去 这个稳庄最难的是一个安全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呢 这个水流比较急 还有水流问题 对 我们曾经测量过 这个表流速啊 这个海水最高的时候 表流速曾经能够达到每秒 要超过两米 这是什么概念 每秒两米 就是这个 比如一个球或者一个东西 放在这个海面上 一秒 它就 两米就出去了 走两米 对 所以呢 刚刚像我们杨总讲到的 这个打好桩之后 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个桩稳好 但是在杨山最开始建设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设备能力 其实也是不足的 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经验 更加也没有 所以呢 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大概要超过大半年的时间 解决了我们的设备问题 建造了中国第一条 国产的打桩船 我们港工的 最高的88米的杨山号 为了做这件事情 造出了最高的打桩船 对 设备也是新的 这个名字 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杨山号 由此来得名 我就是为杨山而生 就是为杨山而生 杨山世纪跟传统的码头的不同 主要是 无人自动化 所以在这个整个 这个封闭的这个 自动化箱里面是 没有一个人的 那么当时是 在这段 钱老师我们这段时间 正好也是国际上面 这个自动化码头 也在昨天昨天 在欧洲 自动化码头 他们研究的时间很长 他们也经过了 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的研究 这个自动化码头 今天我们 上海港 这个技术水平 或者吞吐的水平 我们要代表国家 我们要走向世界 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面竞争 你们的技术储备实力 要让自己始终处在世界一流水平上 走于时俱进的自主创新之路 这是我们国家永远的发展方向 你靠国外核心技术是拿不来的 这又靠我们自己 靠这种精神 杨山精神其实也是我们上海精神的 很好的诠释 我们讲的是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对吧 然后这个开明睿智 大起清空 实际上也是对杨山精神来说 杨山精神是上海精神的 很好的一个诠释 也是我们国家 在这样改革开放的 这个四十年的今天我来判断 这依然是给我们强劲的动力